整个礼拜,美金Optimo,铺火箭队的补偿计划,火箭莫雷指明拿下两大汉将,分别是热火的泰勒约翰逊和詹姆斯约翰逊,不过,拿下热火二大汉将的前提是通过交易, 火箭莫雷希望和热火完成一笔关于蓝安的三日交易,可以给热火想要的选秀权,可惜火箭莫雷没有能够把这个交易成功启动,峰回路转,仅仅一个礼拜的时间,莫雷没有成功按下的交易按钮,最终连热火总裁来历都坐不住了,最了解热火正在省钱,不愿意去缴纳说耻水, 为此一直没有和韦德完成签约协议,莫雷不管启动新一轮交易,是不是为了签回韦德,但是有一点莫雷确实没有办法忍受,在早那时耻水的时候,绝对无法去完成总冠军的冲刺, 所以,这只东部豪强清洗大批主力,苦尽补强有望升级,热火莱莉这一次真疯狂了,彻底撕下伪装大善人的面具,生意人本色依赖无疑, 莱莉已经将怀特赛德,维特斯邓主力球员版上货架,因为热火新赛级薪金总支出牌赛联盟第五名,1.26美金已经触发奢侈睡起争点, 加上怀特赛德越来越让莱莉感到不安,所以莱莉想要把热火重建,审卖队友核心球员是必定了, 与此同时,泰勒约翰逊和詹姆斯约翰逊都会成为交易筹码,更何况泰勒约翰逊可是手握余下两年3850万美金的合同, 莱莉没有理由不进行大扫除,莱莉的心情很有可能想想要拿到选秀权,或者清理出空间,想要再一次完成热火战巨头时代的神迹, 可是莱莉在带闪电侠卑德的态度,很难让这支机日东不好门得到顶级球星的信任, 这一轮大清洗,注定莱莉仅能去囤积选秀权,火箭有望补强阵容,这要看莫莉怎么出手了, 泰勒约翰逊无疑是很适合火箭的球员,莱恩·安德森和泰勒都是两年合同,心情方面相差不是很大, 莫莉愿意搭上选秀权,清理安德森就很有望达成,虽然不是换空气操作, 但是泰勒在火箭始终要比安德森更有用,可以说这是一笔共赢的交易, 火箭老板为了挑战勇士,已经打破火箭对奢侈摔缓的记录, 同时说出不惧怕缓纳奢侈摔的暴气言论,可见火箭老板很不服, 今年起步决赛输给勇士,是要把面子给找回来,想要火箭队在新世界打破冠军荒, 不管怎么样,今年夏天火箭队失去阿里扎,巴默特,确实在防守线上实力看似有所大将, 可是莫莉仍然完成补救,詹姆斯恩尼斯完全可以替代阿里扎的作用, 另外,今年夏天火箭或许不算最大赢家,可是火箭得到很大的自由球员市场青睐度, 卡雷蒙安东尼一心想要加盟火箭队,就是最大的喜事, 这一笔签约暂时没有完成,所以莫莉需要在安东尼加盟前,将莱恩安德森亲力出去, 把战容彻底打造好,等着钱光这一个坑进来,直击起董轩战友似的大叶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